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之后 通过提示 以高灵的梗鲁 西区 一闪 一闪 美子 一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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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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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